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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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第五部 主持人要求毛毛和女嘉宾合唱情歌 毛毛的脸一下子红了 上台脚步慢吞吞了 唱歌全程眼神飘忽 都没敢正眼瞧女嘉宾 细心的盲友弹幕说 毛毛的耳朵都红了 这瞬间让我想起在和岳云鹏录制节目时 恋人互相表白说 你是我的小水蜜桃时 毛毛也是这样一副害羞的表情 真的好萌好可爱 好不容易唱完了 都不想回答主持人问题 萌萌的毛毛居然连等都不等 就直接下台了 台下的周比唱此时已笑成一团 毛毛 有时间找个对象吧 哈哈 毛是幽默第六波 汤被主持人问周比唱的歌好不好听时 毛毛 好听 真的是息字如今啊 就两个字 主持人盲主攻 怎么个好法呢 毛毛 就是很震撼 然后 反正我做不到 哈哈 毛毛你是深知言多必识的道理吗 这回答也是没谁啊 为你的高智商和高情商点赞 看完这期 妥妥的都是毛毛的笑点啊 感觉毛毛这是很好的传承了 你师父薛之谦的优点啊 这是又会唱歌 又是段子手的节奏啊 现在的毛毛已然成为综艺团宠了 看着毛毛一点点的进步 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他了